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越南的 我是小燕子 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的七夕节 也是情人节啊 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我来到妈妈家 越南这里呢都有 好多天了应该有 十多天了啊 有了有十多天 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妹妹来 捡这个韭菜的 我们要包包子 我爸爸跟妈妈他们 都特别的喜欢吃咱们中国的包子的 你会包吗 我们这边都不吃包子的都不会弄的 会做 等下我教你以后我回中国了你自己学 去打那个猪叫死了 让我们去打那个猪真的好叫 不敢叫了吧 我们家这个猪真的是 你一来那里干什么 他就以为是喂他呢 我爸爸回来了 但是每天拍视频呢 就拍我妈 我爸爸的中文也非常好的 今天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爸爸 今天呢 让爸爸跟大家介绍一下 爸爸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爸爸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以前是当村长 当我们越南嘛 当村长 工资很低的一个月 两三百块钱 跑有钱的不够 跑摩托车的不够 现在去打工 打工嘛 还可以一个月赚了两三千块钱 家里面 爸爸现在是去做翻译的 去给中国的老板做翻译的 因为爸爸会中文嘛 我们都是汉族嘛 所以工资就比较高一点点 听听小燕子说 这个视频还 那赚钱我们在亿南就 不知道 我们在这农村也不知道什么 什么 拍什么视频 听小燕子说 才有 大家还支持我家燕子 很谢谢大家了 感谢大家啊 谢谢 今天就是让爸爸来这里 然后让大家听一下我爸的普通话 然后看看我爸爸的 感谢啊 我们就开始去包包子了 跟妹妹 今天我们要包包子 爸爸也很喜欢吃包子 是吧 喜欢吃嘛 嗯 我们去包去了 想样子砍个这个香蕉叶 去垫那个包子 可以了 小燕子面也醒好了 醒得不错的 韭菜馅 特别好 一共包了这些 这么看着吗 还是可以的 虽然不是很好看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包子 所以呢也没有经常包 可以的 等一下我要烧这个锅 蒸包子 我妈的几十年都没有用了 这个灶 嗯 这个是以前 请中国人来帮弄的 我们家 今天我爸爸要做这个排骨的 在这里 你家给我吧 我要烧那个火去蒸包子去 嗯 烫不了 这锅盖都下了呢 而且为什么拿这个锅盖呢 嗯 哇 看看小燕子蒸的这个包子 哇烫死了 妹妹 烫死了 啊 看着不错 我们这里这个天快黑了 我滴这三个包子 给那个我的表省家 他家那个孩子在那里玩半天了 说让他在那里吃 他又不吃 他又跑回来了 所以呢我就 给他家滴了来 哦 我都不要上家了 到了 这个狗还要咬我呢 一天一天的 他们家应该也快吃饭了吧 妹儿打破产了 老三呢 大鸡肉喊你再来吃包子 你这样不再 你跑来了啦 你们吃饭呸 还比吃饭吗呢 妈的家客啊 妈的家客啊 那谁啊 帮你过一过呢 干嘛吃过呢 嗯 我说喊老三 姐姐吃老三不再 不要蘸饭啊 我喊他在家 喝了 我说喊他吃 你什么喊我们领他来 嗯 那现在咋的 今天咋的不来家 不是嘛 整天晚上说蘸包子 喊他咋的吃 我说没在家吻 妈没在家吃饭呢 他说他在家吻 你不要生了 有跑来家的 我说可行 没喝回来了 我还不吃我 你怎么整呢 我整了个包子 你整了五好久的 五两个小时了 你放面 那些别人放面 我来放别人放 我整了 我吃了 你放两年了 我放韭菜 你肉 嗯 嗯 我可夹了 表哥妈不要吃饭 嗯 我爸爸说今天我包包子 所以又叫我奶奶来 我们家吃饭了 我奶奶在这里呢 奶奶在这里呢 奶奶是70岁的呢 对 嗯 六十六了 没有 你七十岁的奶奶妈 阿姨不是半六十六了 不是奶 哦 啊 来六十六岁 可吃饭了 来可 可了 吃饭了 走 姑娘 吃饭了 走 哦 来唱唱歌好吃 我们开始吃饭了 大家跟我们一起吃饭 这是爸爸炖的那个排骨 炒的菜 竹笋 这个是包子 我们这里下雨了 看这个手机拍的真的好清晰啊 现在呢 我正上这个山上去 发视频啊 因为两家那里没有信号的 所以 没有信号 真的对我来说 像 我做视频呢 真的是一件 特别难的事 有时候呢 又害怕 上这点很 这些草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个村里就安静了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都没有 哇 今天呢 就想分享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小样子来发一个视频 真的好艰苦啊 爬那顶上去发 谢谢 大家晚安哦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